111年度花莲市长被桌球锦标赛 吸引了72次队伍400多位的球员来切磋球技 其中还包括来自新北市宜兰县及新竹市的球队 市长温家鲜表示说 桌球在十多年前曾经面临断层 幸好有热情朋友一起努力把球技向下扎根 而花莲市公所未来也会持续举办桌球锦标赛 让更多喜爱桌球运动的人一起来参加 111年度花莲市长被桌球锦标赛 在宜昌国小活动中心举行 由长青桌球协会来主办 广邀各地球友前来切磋球技 市长温家鲜亲自出席开幕典礼 并感谢各界支持 让桌球运动在花莲持续推广 也让热爱桌球运动的民众有展现球技的机会 那今天的桌球赛总共有400多人的选手来参加 那从棉长的长辈到我们非常小的孩子们 都一同来参加 那不只是花莲县境内的孩子 那还有外县市有宜兰台北新北 等等几间学校的非常强的一个学生 都来到花莲来参加市长杯的桌球比赛 那我们也希望未来花莲各项赛事 都可以成为全国想要来参加的一个大型的比赛 那也让我们在地的孩子 可以跟外县市的选手来做相关的切磋 未来可以精进球技之外 也可以了解到外县市的技术到哪一个程度 那我们也更希望未来在花莲各个单向 我们也会持续的来关心跟关切 来举办各项的比赛 让每一个喜欢运动的朋友们都有可以参加的赛事 再次的感谢所有为市长杯默默付出的每一位工作人员 还有参与的选手跟教练 祝福你们在今天都有非常好的成绩 今年赛事有72支队伍400多位选手报名 包括了分林组、社会组、国小、中高年级组 除了花莲在地选手之外 还来自宜兰的多所国小、新北市、明安国小及新竹市、树光国小都派对来花莲参赛 威佳玄她期盼未来包括桌球等在内的运动赛事 有更多人参与 她也感谢华莲顺民代表会支持 让施工所可以顺利的推动各项体育竞赛活动 这里会欢迎视报道